第15頁 再來可以看到 兩雙對邊相等 也就是A B會等於C珠 A珠會等於BC A珠等於BC 再來四邊型會滿足 很多條件才可以稱為平平四邊型 兩雙對邊分別相等 不准寫 兩雙的對角也是相等 一雙對邊要相同 而且平分 而且平平 然後兩個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那口訣就是對邊相等 例如他說A B比BC珠 而且C珠是A珠有1.5倍 白話來講就是我們先畫出圖 A B B珠 然後這裡射X的話 它是它的加15 而且是它的1.5倍 所以A珠加15 等於1.5A珠 加一個去變解的0.5A珠等於15 所以成了變除的 A珠就會等於30 可是他要問你的是收藏 所以就是一個是30 一個是45 因為30加15 所以30加45 可以2 當然就是2 150 好這題是150 第二題是X加10 另外是它的2倍 所以X等於1 加一個去變解的等於10 然後一個是2倍 所以就是20 所以一個10一個是20 那邊長4等於2倍 所以答案是60 這一題答案是60 好那比方題 一個是它的加20 一個是它的4倍 所以X加20等於4X 加一個變解的3X等於20 所以X等於1 3分之20 那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它的4倍 所以3分之80 所以3分之80 加3分之20 兩倍是周長 那當然就是3分之200 好 然後再來我們要來看平行式變解的性質 他說平行式編解 對角線可以平分兩個三角形 他們是全的 還有他們的對邊對角線 這個會跟這個一樣 這個會跟這個一樣 然後最後呢 他的對角線可以把它平分為兩個一樣的三角形 好的 星星這個也是星星 在星星星 位於是星星